特朗普自传 从商人到参选总统 又名 川普自传 交易的艺术 作者 唐纳德·特朗普 托尼·施瓦兹 翻译 尹瑞敏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16年6月 第一章 人在上海 我的一周略映 我并不是为了钱才做生意的 我已经赚了不少钱 比我实际需要的多得多 做生意是因为我热爱这项事业 把它当作我钟爱的一门艺术 正如有人喜欢饮食 有人喜欢作画 而我喜欢做生意 特别是大笔买卖 尤其让我乐在其中 我不惧一格的工作方式 让很多人倍感惊讶 不拎公文包 尽量减少开会次数 自己办公室的门永远敞开 这么做是因为我相信 太多的固定模式 只会束缚一个人的想象力 影响一个企业家的判断力 我喜欢每天上班都能感受到今天 角着昨天的发展 这就足以 我每周的生活内容相对固定 通常六点就早早起床 花一个小时的时间都早报 九点之前来到办公室 开始一天的工作 打电话是我工作中重要的一部分 每天五十几个电话 对我来说是家常便分 有时打到一百多个 也不足为奇 放下电话 还有至少十二个会议在等着我 大部分会议 我们都能速战速决 少部分则需要开十五分钟以上 我的午饭 也因此都在悲忙中解决 即使我六点半下班回家 也常常要为工作 打电话到深夜 有时还要牺牲自己的周末 这种生活日复一日 我从未想过要改变 过去的经历让我成长 而只有专注现在 努力当下 我才能创造更好的未来 这正是我工作的乐趣之所在 没有乐趣 又贪河工作的意义呢 星期一 上午九点 第一个电话 我打给了阿兰·格林伯格 阿兰是华尔街最大的投资银行 贝尔斯登公司的行政总裁 也是过去五年里 跟我合作最好的投资银行家 两周前 我们以每股五十美元的价格 买入了价值酒店的股份 在电话里 阿兰告诉我 我拥有的一百多万股股票 其实仅占酒店股份的百分之四多一点 还说上周五股市收盘时 价值酒店的股票是每股六十五美元 他认为造成这一价格的主要原因在于 华尔街曾经有消息称我是个大买家 并据此猜测我正计划掌控价值酒店 对于传言中的内容 事实上我有三种选择 第一种是 我可能最终会取得价值酒店的控制权 虽然它已经多少一些贬值 以现有股票价格 我能赚将近二十亿美金 价值酒店的三家赌场酒店 基本值这个价钱 更何况 酒店另外还有三十万间客房 凭借他们 我也可以获得客观的收入 第二种选择 是卖出我的股份 并获取不错的收益 当然这种选择的前提 是股票价格的上涨 我会因此赚得七百万美金 第三 假日酒店有可能为了把我赶走 以高价买回我手中持有的股份 如果他们的出价足够高 我也会同意卖出股份的 无论做哪种选择 想得酒店糟糕的管理者 竭尽全力保住自己的工作 并且美其名曰 维护企业的独立自主权 我就觉得好笑 上午九点半 亚伯拉罕赫西菲尔德 打来咨询电话 他虽然是位成功的房地产开发商 亚伯的愿望却是当个政治家 不料事与愿违 他的政治家梦想成了泡影 今年秋天 亚伯参加了纽约州副州长的竞选 他的竞争对手 是州长科默亲自挑选的候选人 斯坦伦丁 为剥夺亚伯的参选权 科默组织了一次法庭论变 想通过法律手段达到目的 果不其然 竞选进行到一半 法庭判亚伯出局 亚伯知道我跟科默私交不错 因此想让我帮他出出主意 他是该接受科默对自己的所作所为 还是转而加入科默反对者的队伍 与科默对抗 我的建议是 支持科默 他是个好人 我们约好了周四见一面 上午十点 我打电话给丹 伊姆斯致谢 伊姆斯在纽约市四频道 主持美国最成功的一档电台节目 并且致力于 安娜贝尔希尔基金筋集击三款一事 这件事情被媒体关注的迅速程度 让我感到意外 事情起因于上个星期 我在看唐姆布罗考的国内新闻报道时 注意到了来自佐治亚州柔弱的希尔女士 她费尽周折 想要赎回因贷款抵押出去的农场 为了保住家族世代相传的农场 她的丈夫67岁的希尔先生 几周前自杀了 希望以此得到的保险金赎回农场 可是这笔钱根本不够 这件事情令人痛心 让我感触很深 有的人辛辛苦苦操劳一生 却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努力付诸东流 对我而言 这种事情本不该发生 通过全国广播公司 我与佐治亚州一位名叫弗兰克 阿根布莱特的人取得了联系 弗兰克人特别好 很快就开始为希尔女士的事情积极奔走 她让我跟希尔女士抵押农场的银行联系 第二天早上 我打电话过去 一位副行长接了电话 我跟她说自己是来自纽约的一位商人 很乐意帮助希尔女士收回抵押出去的农场 她说虽然这件事情她也感到很难过 但是现在做什么都来不及了 银行已经决定拍卖农场 她说 这件事情不会有任何阻力 她的这番话让我感到事不宜迟 我告诉她 你听好了 如果你们敢取消农场的赎回权 我就以个人的名义 起诉你和你们银行犯有谋杀罪 因为是你们的侵扰 导致了希尔先生的死 这话让这位银行官员突然紧张起来 她用微颤的声音告诉我 她会马上给我回话 事情有了很大的转机 一小时后 银行官员打电话给我 特朗普先生 你放心 这件事情我们一定马上解决 马上解决 希尔女士和富兰克 把这件事情告诉了媒体 很快事情成了网络新闻的头版头条 到上周周末 我们已经筹集了四万美金 光是乙姆斯的热心听众就捐了两万美金 我们把这笔钱当作圣诞礼物 送给了希尔和她的家人 同时还准备平安夜的时候 在特朗普大厦的中庭 举办一个庆祝仪式 对于这次筹款活动 我有信心能够筹到所需款项 我曾答应希尔女士 如果筹的钱不够输回农场 我也会自掏腰包 补足差价 乙姆斯功不可没 为此我邀请她作为我的贵宾 观看下周的美网公开赛 我在球场前排有一间包厢 以前几乎天天去看比赛 现在由于太忙 大部分时间我都让朋友们去看了 上午11点15 美国橄榄球联盟 USFL的主管人 哈利亚瑟来电 跟我商量反垄断诉讼的事情 上个月我们起诉 国家橄榄球大联盟NFL垄断一案 得到了宣判 我方胜诉 但是陪审团只是象征性的让败诉方 赔偿我们一美元 我已经让自己手下的新泽西将士队里 一些不错的队员签约到国家橄榄球大联盟 但却无法接受他们荒唐的制度 我和哈利在电话里商量了一些对策 我的意见是加大诉讼力度 表现的更强势一些 现在最让我烦心的是我这边还缺少一个推波助澜的人 我如是说 中午12点 苏伯特电影公司的老板 格里·斯克兰菲尔德给我打来电话 苏伯特电影公司是北老汇最成功的剧场 格里来电是想推荐一位女士做我的行政专员 格里说这位女士一心想来我的公司工作 我回复说看来她有饱满的热情我愿意见见她 我们还聊了一些剧场生意的事情 接下来我说 我打算带孩子们再看一次剧场热映的音乐剧猫 她提出让她办公室的人帮我订票 我告诉她自己不太愿意那么做 格里答道 别犯傻了 我们公司有位女办事员专门负责给关系好的人订票 我把她的电话告诉你赶紧给她联系吧 这真是来自一位好人的善举 下午1点15 安东尼 格里爱德曼路过我们公司 进来跟我谈了一下沃尔曼溜冰厂的建设项目 格里爱德曼曾是市长 艾德科赫手下的住房管理委员 那时候我们常常意见不一致 有一次我在法庭上还打了她 尽管如此 我依然欣赏她的聪明才智 我不会因为别人给我基建迥义 就对他们抱有成建 我会利用所有机会找寻最有才的人 并把他们挖掘到自己门下 我们公司的托尼一直负责位于中央公园的 沃尔曼溜冰厂的重建事业 这项市政工程曾在七年前无疾而终 今年六月我主动请英接下这个工程 现在我们已经在超进度完成任务了 托尼跟我说 他准备这周四浇注混凝土 这最后一项重要工程后 开一个新闻发布会 庆祝一下 对我而言 这似乎不是一个需要开发布会的新闻 我问托尼 有人愿意来吗 他说 已经有至少十几家媒体说要来了 看来我对新闻事件的判别力还不够 下午两点 我要到法庭出庭作证 因为我们起诉了特朗普大厦的一位承包商 承包工程进展到一半的时候 我们发现承包商完全不负责任 我们给他们解除了合约 并且诉诸法律 以求赔偿 我十分讨厌法律诉讼 出庭作证一类的事情 可是我也承认 如果真理在我手中 我必须坚持立场 否则就只能任人欺负 即使我没有提起诉讼 也免不了得去出庭作证 唐纳的特朗普似乎成了一个标签 走到哪里 都有人想跟我打官司 下午三点 我让助理 罗马福德勒 给我拿一瓶番茄汁 作为自己的午饭 罗马负责我每天的日程 跟工作无关的事情 我很少亲自处理 因为他们大部分都是浪费时间 下午三点十五 我给查尔斯 格尔斯坦阁厦 打了个电话 电话没接通 我就留了个口信 查尔斯阁厦 是一位成功的房地产律师 不过我不喜欢他 我敢肯定 查尔斯阁厦 是布朗克斯人 他很自大 总以贵族自居 所以我才称呼他 阁厦 上周末 我听说 李埃克卡 聘用了查尔斯阁厦 让他代表自己洽谈 棕榈海滩的一笔生意 这笔生意 埃克卡 打算让我做他的合伙人 但李不知道 我跟查尔斯阁厦之间 有一段小插曲 不久前 给我谈生意的一个伙伴 需要一位律师 我就把查尔斯阁厦 推荐给他 哪想到查尔斯居然建议 这位伙伴 不要给我做生意了 这实在让我哭笑不得 这次聘用查尔斯阁厦洽谈的 是在棕榈海滩附近 买两处公寓大厦的生意 我在棕榈海滩 有一处豪华公寓 取名为马尔纳格 去年冬天的一天 我来这里度周末 跟朋友们出去吃午饭的路上 两栋漂亮的公寓大厦吸引了我 我当即决定买下它们 于是打了几个咨询电话 知情人告诉我 这两处房产造价1.2亿美元 而且纽约的一家大银行 刚刚没收了它们 而且开发商还不起贷款的抵押财产 接下来我开始运作 以4000万美元买下了这两处房产 中间人 威廉·傅佳奇最先提议 我可以跟李埃克卡一起 做这笔房产生意 我觉得李是一位出色的商人 他以精明的策略挽救了克莱斯勒公司 从个人情感角度 我也很欣赏他 通过种种机缘 我们开始一起探讨 购买两处大厦的事 这是一笔巨额投资 我尚不确定李是否已经下定决心 给我合作 如果他不跟我合作 我想那一定是查尔斯 从中做根 他真是位无所不能的好律师 查尔斯给我回电话的时候 我就这么给他说 下午3点30 我打电话给姐姐 玛丽安巴黎 探讨最近我们在大西洋城的一个法律诉讼的判决 玛丽安是新泽西州联邦法院的一名法官 她的丈夫约翰 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律师 很多事情 她都帮我出谋划策 法庭居然否决了我们 简直不可思议 我在电话里说 玛丽安非常机敏 法律方面的知识她懂得比我多 对于这个结果 玛丽安也很吃惊 我对她说 我已经安排把有关案件的所有材料整理好 会立刻给约翰送去 让她负责上诉 下午4点 我来到会议室 想看一下特朗普大厦 中庭圣诞节装扮方案的幻灯演示 雄伟壮观的特朗普大厦中庭 由大理石建造而成 有六层楼那么高 她已经成为纽约标志性旅游景点之一 每周都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十余万游客到这里参观购物 她也因此成为特朗普集团的象征 特朗普大厦中庭的地位如此重要 关于她的圣诞装扮方案 我自然也不敢怠慢 绝大多数的幻灯片 我都不满意 看到最后一章 展示的是在大厦入口 放置一个巨大华丽的金色花环 我当即决定用这个方案 我们往往会遇到这种情况 有时候最简单的办法 反而达到了最好的目的 下午4点半 尼古拉斯瑞比斯来电说 他将飞往澳大利亚的悉尼 尼古拉斯负责我在大西洋城 申请赌场经营许可证的事情 他说这次飞悉尼需要24小时 我感谢道 非常高兴你能代替我过去 其实这笔生意非常值得去这么一次 澳大利亚的新南威尔士州政府 正在物色一家投资商 打算建造世界最大的赌场 我们公司是竞标活动的领先者 尼古拉斯这一趟 正式要跟新南威尔士州政府的重要官员见面 他说有任何消息都会在第一时间通知我 下午5点15 我打电话给亨利卡内斯伯格 亨利现在负责选择全国广播公司 新总部的地址 过去一年多的时间里 我们一直向全国广播公司献殷勤 希望他们能将总部 搬到我们公司在曼哈顿西城区的地段 一年前我买下这块地皮 它紧挨哈德逊河 占地78英亩 最近我还对外宣称将在这里建世界最高的楼 我明白 亨利只不过想给我透露一下他们关于选址的近况 我也一直在附和他 我提到布鲁明戴尔百货商店业绩将日趋衰落 到特朗普大厦开零售店 才会真正使他们名利双收 我还说 纽约各界似乎对我们的计划很感兴趣 我们争取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 让这个计划获得初步批准 卡内斯伯格听上去被我这番说辞打动了 挂电话之前 我又渲染了一番全国广播公司总部 设在世纪第一高楼的好处 我说 请你珍惜这次机会 这可是一处绝佳的地标 下午5点45 我9岁的儿子多尼 打电话问我什么时候回家 无论在忙什么 我都会接孩子们的电话 除了多尼 我另外还有两个孩子 6岁的女儿伊万卡 和3岁的小儿子Eric 随着孩子们年龄的增长 当爸爸的任务似乎减轻了 我爱我的孩子们 但是我总玩不好 他们喜欢的玩具卡车和洋娃娃 现在多尼已经开始关注建筑 房地产和体育运动方面的事情了 这让我感到欣慰 我在电话里告诉儿子 爸爸一定尽早回家 但是多尼却一直让我说一个准确的时间 也许它是遗传了我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基因吧 下午6点 我又打了几个电话 我从楼上乘电梯回到位于特朗普大厦住宅区的家 当然回家后 我还要再打几个电话 您刚才听到的是由宝宝有声播讲的 川普自传交易的艺术 宝宝有声带你回顾那些有趣的人和事 请您订阅这个频道 我们明天同样时间再见 我们明天同样时间再见